狗狗币昨天如果的预期要继续仗扬 并且今天有一点点出现回调的迹象 那么我们今天讲讲 先讲讲狗狗币的复制品纸币 纸币最近暴跌了一轮 为什么呢 因为印度的一个交易所被一名黑客窃取了 5万4千亿枚的纸币 你没有听错是5.4万亿枚纸币 价值9千万美元左右 就是5.4万亿枚纸币才值不到1亿美元 这个黑客好玩的地方在哪呢 他偷走了这个10币 并且呢放在市场上出售 如果他呢偷走了10币 没卖出去的话 并不会引起波动的 反而价格会上涨 那就因为他卖了 可见这个黑客对10币是没信心的 所以呢他的这一举动 导致10币近期的波动很大 那么10币的项目方针对这件事情 这两天呢销毁了4400万美元左右的10币 那么10币到目前为止 他总共被销毁了多少美元呢 41万枚左右的10币 那么总共10币到现在 他的供应量大概也就600万亿枚不到 那是已经何可怕的数字了 那么什么是这些token的销毁呢 为什么要销毁10币呢 那为什么以太链上的这些token代币经常被销毁呢 今天稍微聊一聊 像狗币就不存在销毁这种说法 因为它是去中心化的币 所谓的销毁就是把一部分的代币 永久的从市场流通中去除掉 在一个左仓币基本已经释放完毕的币种上 它这种销毁意味着 以后这个币种的流通量的数字永远减少了 那就造成了什么呢 通货紧缩 它这是在模仿谁呢 其实是在模仿比特币 那比特币的通货紧缩呢 并不是人为的销毁了 它是第一个就挖矿销毁掉 第二个就是遗私掉 它不是主动遗私 并没有人会把自己的一枚比特币价值六七万美元的币 直接自己拿去销毁掉 没有这样的笨蛋 所以往往被销毁的都是以太链啊 或者是Solana上面的这些token代币 去中心化的币 是没有人会拿去自己销毁的 那它能销毁就说明这个币种是不去中心化的 那么常见的币种销毁方式其实也有两种 一种就是打入黑洞地址 或者说第二种就是直接使用智能合约拿去销毁掉 那所谓黑洞就是扔进去就被吞没掉 别想再出来了 那黑洞地址其实是一个很特殊的地址 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人能够掌握它的私钥 未来也是几乎不可能的 那常见的比如比特币的黑洞地址 大概是一连创的代码 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谷歌一下 也有部分的比特币的地址 有人把它扔到黑洞 但是很少见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以太王的黑洞地址 这个地址是很多人把币币扔到这个位置去的 这个钱包地址去的 那么这两个地址中的财富其实很多 那么由于这个加密货币的特性 很多人都想破解这个黑洞地址的私钥 但是这难度有多大呢 就相当于需要一个比地球上沙子的数量还要多10的 37次翻倍的比特币私钥 移踪起来还要一次一次的叙事 宇宙如果毁灭了估计都找到出来 我觉得简直是比登天海难 所以呢一旦把这个币扔入黑洞地址 几乎就得于销毁 所以几乎百分百可以讲销毁了 从市场上就永久去除了 那为什么有些人会销毁这些代币 我说的主要是代币 以太坊上面的各种各样代币 至于比特币真正把它扔到黑洞地址是不多 狗狗币也有一部分 像上次狗狗币的魔音 也就是它的logo的那只狗狗死掉的时候 也有人把它扔到了狗狗币的黑洞地址里面去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以前也说过 今天主要讲的是纸币以及这些代币 那这个代币为什么有人会把它销毁掉呢 那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采用的是PoB的共识机制 那PoB跟PoW区别在哪里呢 以前的视频也讲过 那么我们今天讲PoB PoB其实就是什么呢 叫做燃烧证明机制 就是通过销毁加密货币来证明用户对网络的投入 从而获得挖矿 还有这个验证交易的权利 会得越多 交毁的越多 拥有的虚拟的算力就会越大 同学们理解了没有 所以为什么有大量的以太反核刷难会扔到配用地址去 就会给他们的挖矿机制不同 一个是PoW 一个是PoB PoB的烦烧证明机制导致的 这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要减少流通量 从而提高token的价值 一个币如果动不动也要拿去烧毁 就说明这个币一直在地资产上没有人买 它只能把一副的币扔掉 从而提高它的价格 就是减少供应量 也就是刚才说的通货紧缩 这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供求关系决定价格 那么供求关系的决定因素有很多 其中有一个就是供应量 它在经济学上是一个公式的 那我们今天不是上课 只稍微讲一讲 总是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 那么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供给减少价格就会上升 这以前在经济学上我学的时候 就是一个分母一个分子 再讲一遍 供给减少价格就会上升 那么某些项目方就会通过销毁代币的方式 减少市场上这个币的流通量 从而使在这个币的价格开始增值 而且果币啊币啊 都会定期销毁一部分的平台币 以稳定他们的币的价格 那么我们再聊聊这种代币被盗的情况 或者说Token被盗的情况 有哪些呢 一般的黑客会拷贝出一个很像这种交易所 或者说很像这个代币的官网的网页 然后伪装成一个公开的账户 比如说微博或者推特 非常非常像连域名都很像 很多仅仅插了一个单词 或者是单词前后顺序调换一下 那么有相当一部分 刚刚入币圈的小白就会被迷惑了 那么特别是盲签 同学们可能能不能念 我们还不知道是不是盲签 有机会讲一讲 在盲签的情况下 盲人的盲签字的签 在盲签的情况下 只要有一段加密币的后面的字符串 这种情况是没有信息可以判断的 那么这时候就很容易被盗取 特别是有两种资产 特别容易被盗取 一种是NFT 一种是Token也就是代币 因为这两种资产被盗的原理 最爱也不一样 但是他们的机制有问题 就很容易被盗 那么先说NFT 通常我们购买NFT之后 它如果价格上涨了 就会在OpenSea上面挂出去出售 对不对 当你在OpenSea上面上架的时候 就会要求你授权OpenSea 让你拥有你这个项目的NFT的执行权 这个权限 具体叫APPrawway的一个权限 大家可以不知道 那总体来讲 你就要记住了 你讲要卖你的NFT 就得把你的对这个NFT的控制权 交给这个平台 那么作为这个平台的第三方 要求这个权限 当然是很正常的 相当于你把你的画 放到爱卖行去拍卖 所以要签一个委托的协议 那么当这种第三方 签这个协议的时候 你的这份协议 其实就变成开放的了 只要你可以拿到 这个用户的签名信息 就可以接入你签名的原则 从而导致任何人都可以 通过调用这个协议来 骗取你的签名 这跟现实生活中的信用卡有点像 然后你的NFT挂当 零价格出售的时候 往往就是卖给了谁呢 就是黑客 你签完这个字 零元卖给了这个黑客 这个NFT就跑到了 这个黑客的账户里面 所以呢 当年现在少了很多 因为NFT不流行 但是在当年流行NFT的时候 是很多人的NFT的资产 被转走一页归零 资产一页归零 那怎么预防呢 首先你就要小心 这种官网和调用网站 因为刚才说过了 你要出售你NFT 到了这个官网的时候 它第三方平台 或者说拍卖行的时候 你就得把签名签名 把你的控制权交出去 那么这些网站 钓鱼网站就骗取了你的控制权 所以首先最重要的话 一定要不要去这些钓鱼网站去 购买你的NFT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签字之前 一定要认认真真在核对 一遍信息 那么我们在想第二个就是 Token代币被盗的情况下 该怎么办呢 那首先 为什么Token容易被盗 Token刚才说过了 它被盗的方式 最多的是盲签这种方式 这种钓鱼方式 是很有很强的迷惑性的 那其实他们也是通过 一连创的 没有特征的制服创 让你去签名 一旦你签了名 你的Token就被装走了 首先他们会怎么做呢 首先这些黑客会通过攻击小狐狸 还有这个第三方查询 连上数据服务 共同验证的这种地址资产 这其实就是钓鱼网站 经常做的事情 它会分析你的所有的资产 然后分析出 你们拥有的Token是攻击者想要的吗 他有些Token他也不想要 他会分析一下是不是他想要的 所以他会调用一些数据 接口 然后通过盲签的方法 得到你的签名 那么你就叽叽了 钱就没了 那这个过程有点复杂 稍微讲一下 比如说假设 你使用这种小狐狸钱包的应用 在广播前 钱包就会自动获取 会计算出你的转账对象 然后呢 他就会调用你的金额 附带数据 还有什么卡丝 等等的数据编码 那他就得到了这个原始编码 对不对 他就很容易得到原始交易内部的内容 也就是合约的内容 而如果使用合约调用的话 那么转账对象呢 就会把这个钱转到合约地址 讲起来就比较复杂 那么随后他就会进行这个内容的 哈希的运算 得到一串这种 Bitest32的数据 还有这种Sign Data 就是类似于当天的这种数值签名 那么他就得到了签名的数据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换起了Sign签名 那么就会发生危险 小狐狸钱包就会对这串数据签名 得到一个数值 叫做RSV值 那么他把这几个三个数值 再跟电条上的一些数据进行交互 进行一次RLP的编码 就会得到签名后的原始交易内容 那讲了这么多 他重点是什么呢 他就是把这些交易信息广播出去 区块链其实就是广播 包括PO的机制也是这样子 哪怕是以太坊现在更新了 他的机制变成了这种中心化的交易机制 他本质上也是学以 比特币的POW的机制的 就是你的网站的内容 其实是广播给整个链条上 所有的挖矿的用户知道 你的账本不单单在你的电脑上 是在全网上 那么Token被盗也是这样子 他把你的交易内容全部广播出去了 但是随先最先得到 就黑客先得到 那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Token被盗的方法 还是利用你调益网站 就是迷惑你 骗取你的助记词 从而导致你整个钱包账户 相当于公开了 私钥公开了 这是一种 还有就是有些人会 特别翻墙的人 会用苹果的ID 别人的卖的苹果ID 是很容易把你的私钥弄没了 Token是什么呢 同学们稍微讲一下 简单讲 Token就是客户端与服务器之间的一团 一团字符创 这很容易被这种 一个叫做CSRF 全称叫做跨站请求伪造攻击的 什么意思呢 比如假设一个用户登陆一个银行网站 那么这个银行网站 将用户的登陆状态 保存到了他浏览器的OKIE上 然后每当用户 访问这个银行网站的时候 不同的页面是 浏览器就会自动带上 这个OKIE的 这个其中的登陆状态 然后服务器就会与他判断 用户登陆与否 根据这个用户的登陆状况 相应不同的结果 这就很容易被黑客攻击 所以前段时间币安被盗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么反而是狗狗币和比特币 这样的币种 是Po的这种模式的 区块链的币种 是不容易被攻击的 不容易被盗走的 你只要保护好自己的私钥 基本上是不容易被盗取 我们也很少听到 这个狗狗币和比特币 被用这种方式盗走的 比特币被盗 是另一种方式 就是例如梦头哥那样的事件 是整个标一所被攻击的 而不是私人用户被攻击 好 今天这个币圈的 资料的普及 还有代币被盗和被销毁的知识 稍微分享一下